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瓶王丢失的一千万两军响也在沐浴中被发现 看来绑架玉瓶公主的幕后主使正是公酒 小老头自知事情败露 抢逼玉瓶公主喝下雅药 幸好玉瓶小凤及时赶到 用暗器阻止了她 沙漫在哪里 公酒在哪里 事已至此 小老头什么也不肯说 竟直接咬舌自尽 深夜 玉瓶无法入睡 忽然听到窗外的熏声 他手上戴的戒指力士发出奇异的光芒 这场景与岳阳的遭遇一模一样 看来陆小凤也被人控制了 吹勋的人仍是沙漫 他身上被公酒中了毒蛊 不得不听命行事 数日后 陆小凤和申通等人护送公主回到王府 太平王世子出门相迎 大门打开 那世子不是别人 竟就是公酒 他与小老头勾结 究竟有何今天的阴谋 杀太平王 你说什么 杀太平王 公酒误以为他控制了陆小凤 哪知陆小凤却将计就计 让他说出了自己阴谋 起初陆小凤并不知道公酒有何阴谋 毕竟绑架公主 劫持君祥已是胆大包天 其他人一辈子也不敢做的大案子 他最早怀疑公酒有阴谋 是在岳阳和他拼命的时候 那次决斗是为了确认他的灵犀意志 能否破大力金刚掌 而世上会大力金刚掌的人 有少林三位苦自辈高僧 以及苦戒大师的弟子岳阳 公酒绝不会只是为了 向三个老和尚下手 直到陆小凤猜出了 沙漫留下的三个字公酒泰的海里 那就是公酒太平王府 苦瓜大师最近一直陪在太平王身边 所以公酒的阴谋很有可能指向太平王 只有杀了苦瓜大师 才能杀了太平王 太平王掌握着金烟九扶五十万大军的兵权 他一死将会群龙五手军心大乱 北方藩帮必定入侵 你要这么多的金银珠宝 我相信是留作军费良想 和北方藩帮一同 岂是之用 公酒不明白 陆小凤明明中了他的毒蛊之火 听到熏声为何会不受他控制 原来苦瓜大师曾传授过陆小凤一门少林绝学 菩提产武功 他可以任意封闭五官之一 不受熏声的干扰 公酒身为太平王世子 为何要费心谋划与藩帮勾结 他的母亲当年被发现是藩帮奸细 为了不拖累太平王 所以选择了自尽 公酒当时年幼 在门缝中看到母亲临死时的场景 误以为是太平王杀了他母亲 自此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他已被恨意冲昏了头脑 事情虽然败露 却还要殊死一战 小心 三针护体 三针护体会在短时间内激发人体的全部潜能 不但武力大增 还将变为金刚不坏之身 陆小凤和苦瓜大师联手 虽能暂时阻止其攻势 却无法伤及他分毫 数十招后 陆小凤拼进全部功力与公酒队长 竟还是被强大的内力震退出去 陷入癫狂状态的公酒无人能挡 就连苦瓜大师也被打成重伤 情急之下 陆小凤将其引至屋外 与之作最后的对决 只见二人同时跃到半空 公酒被一团黑气笼罩 一条黑虫缠绕周身 而陆小凤则浑身散发金光 数十道分身合余一处 化作一只巨大的凤凰 这正是他的绝招 凤五九天 公酒在这一击之下 再无还手之力 最后关头 沙曼终于出现 他为了救陆小凤被判了公酒 体内的骨毒发作 突然晕了过去 幸好陆小凤还有一个 解毒圣手的朋友 西门吹雪 沙曼的骨毒境界 和陆小凤隐居江湖之外 过起了没羞没骚的生活